但是这种东西也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样一种优生 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的一个传统 所以说 我们在《古诗十九首》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作品 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 《寿武经时故》 《人生忽如记》 这就是一种优生 所以这样的作品在《古诗十九首》里面都有 它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 但是它和《古诗十九首》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写得很委婉 很含蓄 就是写富贵而不露富贵相 关于艳书的词 可能有一个领会的过程 刚开始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平淡 但是仔细领会一下 就觉得还是有意味的 这是《幻西沙》 还有一首《幻西沙》 这首《幻西沙》 我要给大家读一遍 《幻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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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寿有限 时间无限 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任何人 他都不可能超过这个有限的生命 超过这样一个局限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滔滔不息的长河 那么人的一生 不过是这个长河当中的一种 顺息而息去的浪化 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生和死的问题 所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是既无奈又不甘的 古人讲生死之大限 所以说面对死亡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通常来讲有三种态度 一种就是儒家的态度 儒家知道时间有限 那么他们是一种极其有为的人生 那怎么办呢 他就主张趁时而起 就是要善于抓住机会 好好地干一番事业 在短暂的人生 丰富自己的生命的内涵 这是极其有为的人生 第二种呢就是道家的态度 道家就是其生死 他们把生和死 他们把它都移尽 就像庄子的态度那样子的 把生和死的界限都模糊了 死就是生 生就是死 这是道家的观点 再一个就是佛家的观点 佛家就是 把生当作是一种苦难 而把幸福快乐寄托于来世 中国的读书人 绝大多数 还是取儒家的态度 取儒家的态度 但儒家的态度也有消极的一面 儒家的态度 积极的一面就是趁时而起 就是说 当有机会的时候 机会来的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机会 有所作为 好好地干一番事业 这是他积极的面 不好的面是什么呢 及时行乐 道家也有及时行乐的一面 你看这个作品 我们就可以看到 艳书作为一个 儒家的知识分子 他面对这种有限的人生 他是什么态度 你看作品写的 一赏年光 有限生 一赏就是一会儿片刻 这年光啊 人的年光一赏 一赏年光 有限生 人生很短暂 但是 尽管是这种短暂的人生 这里面还包含着 许多的离别 所以等闲离别 一消魂 在这有限的人生里面 还经常有离别 而且这离别 往往都是没来由的 无端的 所以叫等闲 等闲离别 一消魂 消魂就是痛苦嘛 既然这样就是 九言歌席 莫词品 这是他人生态度嘛 既然人生那么短暂 在短暂的人生 还有那么多离别 那么在九言歌席里面 就不要推辞了 满目伤和空恋远 这就是显恋远 莫花风雨 更伤春 所以 这个满目伤和空恋远 是接着上篇来的嘛 接着上篇来就是 为什么叫恋远呢 恋远就是失恋远方的人嘛 这还是在显离别 就人生除了离别以外 它还要伤春 还要伤春 莫花风雨 更伤春 你看 人生有限 在有限的人生里面 还要伤别 还要伤春 那怎么办呢 及时行乐 不如连取眼前人 像这样一种 及时行乐的思想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你看看古诗十九首里面 在里面讲的 人生天地见 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 聊后不为薄 所以人生在天地之间呢 就像一个远行的客 是一个过客 那怎么办呢 斗酒相娱乐 聊后不为薄 那就是饮酒 娱乐 而且喝酒 喝酒还要喝好酒 下面说 人生忽如记 瘦如金石固 不如饮美酒 背负碗与素 这人生呢 就像一个纪律 它暂时的继承在天地之间的 人寿有限 不是像金石那样永久 既然是这样 还不如饮美酒 穿着碗和素 穿好一点 吃好一点 还有说 人生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奏挡苦夜长 何不禀周游 人生不满一百 不满一百岁 但是往往的忧愁呢 有一千年的忧 忧愁很多 昼挡苦夜长 白天那么短 夜晚那么长 怎么办呢 就延长白天的时间 丙足游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夜生活 白天时间不够 晚上去玩 所以我们要 我们熟悉古典文学 我们都知道古典文学 古典文化里面 确实有及时行乐的这一点 而燕书在这里 不过是说的含蓄一点而已 你看古诗十九首 说的太直白了 而燕书呢 就说了含蓄一点 说叫 不如连取眼前人 眼前人不就是 他爱的那些女人吗 含蓄的一点而已 但是 即使行乐是古人 应对死亡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 有他消极的一面 这个不用慧言 但是我们透过这种态度 我们也可以看出 人们对于生命的眷恋 对于生命的眷恋 儒家文化是不主张自杀的 儒家认为身体伐福 受之父母 弃之不孝 你的身体 你的头发 你的皮肤 都是受助于父母的 如果你擅着主张 就把自己的身体伐福 处理掉了 比方说跳楼了 自杀了 这就是不孝嘛 所以儒家不主张自杀 儒家不主张自杀的 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要在有限的人生 干一番事业 你看孔夫子讲说 事者如私户 不舍昼夜 孔夫子站在水边上 看着水啊 日夜的奔流啊 就有似水流连之感 所以他就有时间上的紧迫 他说 君子此 末世而民不撑烟 君子 感到可耻的事 临到死 还没有出名 君子此 末世而民不撑烟 你看司马迁受到的那种 那种公刑呢 那种公刑说实话 那是人生的一种 奇耻大辱 按照通常情况下 早就该死了 但是司马迁他没有死 他在报仁安书里面表白 他说 我的书还没有写完呢 我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呢 我怎么能现在这样就死呢 就是孔夫子讲的 此末世而民不撑烟 他以司马迁一再地表白说 我都受了 这样的侮辱了 我确实应该死 但是我之所以迎刃苟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 我的书还没有写完 写完了书 就可以传世 他就可以死了 所以我们说自杀 不是于儒家所推崇的 中国古代的文艺学家当中 自杀的人是很少的 曲原是一个自杀的人 曲原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在南方还不占统治地位 曲原的思想 主要还不是儒家的思想 还有南方的思想 这是一个自杀的典型 还有一个自杀的 比方说像这个 初唐事件里面的卢造林 他是自杀的 投水而死 他投水而死呢 是因为他已经卧床十一年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右手偏枯 不能写作 他不能写作 没办法实现他自己的价值 所以他才死 再到后来我们才发现 有不少的文学家 就自杀了 比方说从王国伟开始 王国伟啊 徐慈啊 海子啊 顾成啊 都自杀 这些人为什么自杀呢 据我的研究 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还有老舍 老舍这个人呢 长期在英国执教 在英国教书啊 受西方文化影响 如果他们要真正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学者 他不会自杀的 你说文革当中 还有一个傅雷 那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深受外国文学 外国文化的人 真正要是 在中国文化当中浸泡了的学者 他不会选择自杀的 因为他想到就是人生挫折了 不算什么的 达官来看不算什么的 所以说中国的文人 自杀是近代以后 就开始多起来了 近代以后 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是 演书啊 我们还讲他一首 比较感情 比较积悦的作品 点点花 这首作品 大家很熟悉 读一遍吧 点点花 开始 点点花 点鱼 点鱼 点满几路 拨护青蛮 点子装飞去 宁愿不让你恨苦 点满到小船出户 昨夜进门掉地主 如上高楼 光窗天家路 欲敌海间天迟迟着 山长水过 是何处 你看这个作品呢 他也是写离别 但是他的情绪 和我们前面讲的 那两个作品相比 他就要激烈一些 他的情感色彩 要浓一些 我们看看作品 贱菊愁烟难弃漏 这个字都贱 贱就是难砍 难干 因为古人养菊花 他周围啊 他都有一个难干把它圈着 这叫贱菊 贱菊愁烟难弃漏 本来是写这个菊花 被烟雾所笼罩 囊花上面沾点漏水 在这里加上两个 很富有感情色彩的字眼 所以叫愁烟和气露 这就是移情作用 因为主人公的感情是悲伤的 所以他就认为 这些客观的植物 都带上悲伤的色彩 莫目清寒 燕子双飞去 这个时候已经感到了 秋天的寒衣了 所以莫目清寒 燕子双飞去 燕子都已经耐不住 这里的寒人了 都离开了 往南飞去了 明月不安离恨苦 霞光道小 穿珠户 所以在这样一个秋天 在燕子都双飞去的秋天 在感觉到 莫目清寒的秋天 她的心情是很悲伤的 而这个明月呢 似乎不理解她的心情 似乎要跟她作对似的 叫明月不安离恨苦 明月不懂得她内心的愁苦 而且把她的月光 一直从晚上照到天亮 霞光道小 穿珠户 珠户就是红色的门 月光通过红色的门 照着她的 一直照到天亮 下一篇回忆 昨夜西风凋壁树 西风就是秋风 秋风刮奶的时候 树上的叶子都掉了 所以叫刁臂树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落 她独自一个人登上高楼 瞭望天涯落 望断天涯落 什么叫望断呢 一直望到自己 望不到的地方为止 她在思念她所爱的人 于计彩尖尺树 彩尖就是彩色的信尖 此树就是一尺见方的 用白色的绢所写的书信 古诗十九首里面 有这样几句 客从远方来 为我双鲤鱼 霍尔奔鲤鱼 终有此树书 客人从远方来 送给他两条鲤鱼 他就叫家里的那小孩子 那些家童们把鲤鱼 把它剖开 发现里面有此树书 以此见方的 白卷写的书 上言家餐饭 下言长相思 上一句说 你一定要吃饱 要吃好 下一句说 好想你哦 这就是上言家餐饭 下言长相思 这就是此树书的来历 这里讲说 鱼记彩间 间此树 三藏水阔之何处 所以你想给他写一封信吧 你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呢 三藏水阔 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这个作品的感情 就比较激烈一些 这就是写爱情 我们一看 就可以看出来爱情 而且是秋天的 一种情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面有几句 被王国伟后来加以引用 王国伟在《人间词话》里面讲 说古今成大事业 大学问者 必须经过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就是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 望断天涯路 这里面有引文 第二种境界就是 一带见宽 终不悔 为一宵的人憔悴 这是刘勇的词 刘勇的凤其舞 第三种境界就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处 这是星期级的清余案 他通过读这三个作品呢 他就领会到了 人生的成大事业 大学问者 所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 那么艳书的这几句词 他认为是 第一种境界 就是说 读上高楼 望断天涯路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人呢 只有站得高 才能望得远 一个人看问题 要有一定的高度 有一定的高度 然后才会看得远 高度决定深度 这里是讲说 一个人要有高远的目标 当然 艳书的本意 肯定是没有这一层的 这是王国为 从他的作品当中读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见仁见智 读者 作者未必然 读者未必不然 作者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意思 但读者可以从里面 读出这个意思来 这就是文学作品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一个 很正常的现象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 一个作品 在被别人接受之前 它只是一个文本 只有被接受了 它才成为作品 也就是说 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 所共同完成的 那读者就完全可以 从作品当中读到 许多丰富的内容 有些内容 甚至是作者本人 都没有意识到的 因为作品的价值 是由作者和读者 共同创造的嘛 作品的内涵 要靠读者来挖掘嘛 所以你看王国为 就从这样一个 小爱情的作品当中 读出了古今 成大事业 大学问者 所必须经历的 第一种境界 这就是 作者未必然 读者未必不然 所以说 阅读作品 它是 一种主动的 处于一种主动的心态 再看一首 这一首作品呢 就比较清晰一些 它不是写爱情的 我跟大家读一遍 破正子 燕子来时心涉 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胎三四点 夜底黄梨 一两生 日常非续青 巧笑东林女伴 彩商尽里逢迎 衣怪着霄春梦好 原是今朝豆草营 笑从双脸生 我们看看 这个燕子来时心涉 就知道它写的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 相传燕子 每年都是在 春涉的时候难来 在秋涉的时候呢 就北返 所以叫涉业 而心涉呢 就是涉日刚到 涉 涉日就是古代 祭祀土地神的日子 分为春涉和秋涉 古代祭祀土地神 祭祀土地神的时候 大家就聚集在一起 那就叫涉日 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一个词语 社会 这个词从哪里来了 就是从这个涉日来的 因为你要祭土地神 大家就相聚在一起 这就叫涉日 相聚一年有两次 春天一次叫春涉 秋天一次叫秋涉 燕子来时心涉 这是指春涉 是春涉 梨花落后清明 这梨花一落 清明节就到了 我们现在不是马上就要到清明节了吗 那我们看看古人怎么生活的 他写清明节的景字 池上碧胎三四点 所以池上啊 池塘上面 已经有那种稀稀落落的三四点的碧胎了 夜底黄梨一两声 树叶下面 树枝下面的黄梨啊 能够听到一两声 一两声的叫声 日常飞絮清 因为这个时候是春夏之交了 白天的日子开始变长 所以叫日常 飞絮是指柳絮 柳絮开始轻轻的飞扬 这都是宁南 通常所感觉不到的 因为宁南是一个世纪长青的地方 一年到头都是春天 这是在内地才能感受到的道理 这种景象 巧笑东陵女伴 巧笑就是美好的笑 笑得很好看 诗集里面写 巧笑欠戏 美目盼戏 所以这个东陵的女伴啊 笑得很好看的 这个女伴 在采桑境里逢迎 他们在采桑的 桑田的小路上面逢迎 逢迎之后啊 然后就在一起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斗草 用草来作为那个筹码 来斗 来进行的一种游戏 叫斗草 斗草的时候他赢了 赢得很高兴 笑从双脸生 满脸都是笑 所以想 一怪灼消春梦好 难怪昨天晚上 做了那么好一个梦呢 原来是今天斗草斗赢了 所以就很开心 这就是女孩子们在清明节前后的 这种生活 就是踏青了 构草